女帝上一任的女帝公布 曾经的短发天下第一美女托里托马 109军的SBS问答算是近期最有含金量的SBS 腾虎的无上大块刀 艾斯曾打败的齐欧海 接下来的重磅信息是上一任的女帝 伍田在SBS问答中说到 几乎每一任的亚马逊女皇帝 都会得那种致命的相思病 现任的女帝汉库克 其实就对路飞有了这种相思病 这差点要了女帝的命 而前前前任女帝杂婆婆 以及前前任女帝下棋 都是通过出海的方式逃离了相思病死亡的命运 杂婆婆喜欢的人有可能是洛克斯 或者是洛克斯团中的某一位大神 那么下棋喜欢的人大概率就是雷丽 但上一任的女帝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她曾因爱情也就是相思病而死去 伍田告诉了我们这位情中女帝的名字 那便是托里托马 而且也画出了她的形象 这是一位短发的极品美女 从颜值来看不输女帝 那么她相思病的对象会是谁呢 推特上看到这则信息的时候 很多网友都提到了 杜拉格可能是那个人 而且也有人说到 前任女帝托里托马的形象 非常像陆飞 不知是否是伍田有意为止 从绝世的容颜 到她所爱之人 以及她的海贼故事 这位上任的女帝托里托马 着实值得令人回味